与毛球跟鸟有天然的联系 很多运动员喜欢直接叫它小鸟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名字 实际上是船舶 但我们就叫它Birdy 所以我不知道 我觉得Birdy会比较可笑 梅斯尼是双打选手 他的父母从泰国移民来美国 搭档李义恒则来自香港的一名家庭 他们俩已经获得了 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两人配队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他们每天训练五个小时以上 多数时候两个人合练 偶尔也互不相干 各自对着墙壁练球 我们是关于速度和反应 而且它也帮助 我们能够增加脖子的力量 我们的反应是跟鸟 它应该是我们的反应 梅斯尼已经大学毕业 李义恒是三年级学生 目前他们放下了其他的事情 正全力以赴备战奥运 父母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 训练和比赛还得依靠其他的帮助 我们现在的支持是中级学生 而USAC和USA badminton 我们主席责员是 Mr.Chu 席责员的 市场中的 如果一个人需要太多的钱 他会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有联续 這裡的訓練價值9,000元 我們有世界上級的教練 幫助我們 這邊請 他們念叨的是67歲的 泰國裔美國人周森權 我們要開始使用系統 檢查製作品 他在南加州的奧蘭治縣 經營印刷生意20多年 商業上相當成功 周森權1970年代早期移民美國 他開過餐館 也幹過其他的工作 後來他在自家的車庫裡 開始經營印刷生意 經過十幾年的苦心經營 他投資600萬美元買下了這棟建築 300萬花在印刷廠 另外300萬則投進羽毛球館 他建起了這座擁有12個標準 比賽場地的體育設施 羽毛球竟然跟印刷生意一樣重要 Surveyор 周森權在泰國長大 青少年時期他愛惹麻煩 酬炎 酗酒 直到愛上打羽毛球為止 我變得非常精緻 我從不遲 我從巴布丁 我一直有時間 我一直都很努力 羽毛球俱樂部 1996年正式開張 當我做的事 我喜歡做最好的 我從木工業 他們說 你喜歡最好的 這就是NBA的標誌 木工業 這是從臨馬 俱樂部不僅硬件設施一流 同時也是人才技技 周森泉在全世界範圍內 尋找優秀教練 中國來的蔡子敏 曾經擔任泰國隊主教練 他在這裡已經工作了10年 經過這10年的觀察 所有我們經過 我們培養的運動員 他們的球衣提高 也伴隨著他們的品德 品質方面的提高 就是兩方面都有一起進步 普通羽毛球愛好者 需要繳納800美元左右的年費 才能夠使用俱樂部設施 但是那些有潛力的青少年選手 可以得到免費訓練的機會 同時還獲得各種補貼 幫助他們成才 迪衣衡和梅斯尼 就是這種政策的受益者 白國豪和馬雷松是另外一類受益者 他們分別出生在越南和老挝 兩人從前都接受美國奧委會的資助 在科羅拉多的奧運基地訓練 兩人配對參加南雙比賽 已經取得了北京奧運的參賽資格 白國豪曾經獲得過南雙比賽 中央項目的世界冠軍 他目前是美國最有名的羽毛球運動員 經常得到主要媒體和贊助商的青睞 我只想有機會 正在正當地做正確的事情 讓一切都變得更合適的 還是周森全 美國總統領先提供了140.000元 今年年他們剩下了80.000元 甚至少要付出工作人員 一般年份周森全會準備 25萬美元補貼運動員 2007年他拿出了49萬美元 辭助他們到世界各地比賽 爭取進軍北京奧運的機會 這就是我的家庭很誇張 我們從美國國際上沒有支持 事實上是他們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 我只是小孩子 我是小商人 實際上周森全為美國羽毛球 做出了突出貢獻 他擁有羽毛球之王 羽毛球教父之類的頭銜 兩千年 美國只有一位羽毛球運動員 參加奧運會 2004年 兩位 2008年 五位運動員贏得了北京的入場券 他們全部來自周森全的俱樂部 他有一個很高的理想 也就是目標的追求 第一先拿到全國冠軍 第二再拿到世界冠軍 第三再拿到奧運會冠軍 現在前兩個目標 在我們這個俱樂部已經都達到了 蔡子敏也被任命為美國國家隊主教練 俱樂部的運動員在北京都有各自的目標 兩人在大學的專業都是心理學 他們大概特別看重保持低調的好處 白瓜豪和馬雷松卻不願意掩蓋自己的雄心 白瓜豪也希望通過取得好成績 為推廣羽毛球運動鑄一臂之力 如果我們想繼續增加運動 我們需要有人繼續贏 繼續贏 像是鯉魚 像是羅撒德爾 因為它很簡單 只能贏一贏然後忘記 有人稱菲利普為羽毛球界的老虎吳茲 他五歲的時候就登上了 世界羽毛球雜誌的封面 被看作是羽毛球界的未來 對 我最初去參加美國人 這是一個很榮譽的 他今年十四歲 參加國際國內的單打比賽 總共贏得了二十個冠軍 只輸過一次球 在泰國中的健康運動鑲 你必須要有好的腳踏 有好的技術 你也必須要有好的精力 菲利普看上去具備所有這些條件 他還具備另外一項得天獨厚的優勢 要求特別嚴格的爺爺 你會在這裡做得好嗎 對 要做得好 周森泉已經在俱樂部建立起青少年梯隊 他著眼於衝擊2012年 2016年 甚至2020年奧運會的金牌 獨立的 獨立的奧運會是一個夢想 我認識你 但是我一直在工作 在過去 每次我設定我的標誌 我還未曾遇過一遍 可能這一次 我不知道 但是我試過我的最好 相信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